-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和大家看回個和旅客相關的資訊。 香港方面就在講講,就說大陸自由行開放多些地區, 去救香港的旅遊業,救香港的經濟。 現在香港方面就好像之前所講,旅客的結構不紅了, 現在香港出的照是每個月放煙花,然後做一些燈光Show。 其實幫助有幾大呢? 根據最新的資訊所講,西安和青島就開放個人去港澳自由行。 但原來這個消息是沒有太多人說歡呼鼓舞的。 這兩日其實就公佈了這個消息。 所講的個人自由行這些內地城市, 加上這兩個已經是接近有50個, 是能夠隨時隨地出發去港澳自由行。 這單新聞其實最開心的就是香港和澳門, 他們覺得多兩個城市能夠多好多客人過來。 但是在大陸來說,就沒有想像中這麼大的輿論聲量。 甚至乎在大陸來說,這個輿論的討論度是沒有開放新加坡免簽。 那麼熱鬧。 其實為什麼呢? 根據報導所講, 覺得香港的觀光業要好好反思一下。 為什麼近年來內地旅客越來越不喜歡去香港旅遊呢? 曾幾何時能夠去香港玩一下是一件大喜事來的。 當年香港開放個人簽註時, 好多內地客人迅速去辦理港澳通行證, 希望來一場香港再到澳門說走就走的旅行。 不過近年來越來越多人, 覺得去香港旅行好像沒什麼意思。 不單止沒什麼名聲古蹟、歷史遺跡可以看。 更關鍵的是大家覺得香港服務業的從業人員, 心態發生的變化。 不知有幾多人就在網上講了, 就在香港有些不好的經歷, 也有不少人講了, 為什麼要去香港旅遊呢? 那些東西又貴, 天氣又熱, 香港旅遊越來越沒有性價比。 以及十幾年前, 好多香港人也抱怨, 你一派大陸自由行的人太多了, 佔據了他們的生活空間。 你現在又想我們再去香港, 所以他們有一個不想去的心態。 但是現在反而越來越多香港人, 就希望多些大陸旅客能夠來到香港, 說要共建香港經濟。 說到短短十幾年時間, 香港由旅遊勝地變成無人問津, 說香港旅遊業要不要好好思考一下呢? 說同事覺得對內地其他城市來講都要考慮一下, 說不定是某一日他們都會被旅客所淘汰。 他最後那句是講得好認的, 是會被內地的旅客淘汰, 就以滋薄燒烤為例。 他都只不過是紅了個五一, 五一打後他已經是打回原形, 在大量的燒烤店倒閉。 而且這個滋薄燒烤當時紅的時候, 就連香港都說要向他取經, 去他那裏說學他那樣搞這些事。 所以後來就出現了一個香港夜奔薰, 但是這個夜奔薰發原地之薄都已經收我皮了, 現在香港還用他那招搞夜奔薰, 成效有幾大呢? 還有不少的大陸人, 他現在反而在小紅書上講, 他說香港越來越似大陸, 為什麼呢? 他說大陸現在的品牌很多都去了香港那裏開分店, 好似去到好多地方都見到那些大陸品牌越來越似大陸。 我聽完之後想一想, 咦? 好似又是喔! 你那些什麼東西, 密雪冰城呀, 泰爾呀, 還有其他的店舖都開始來香港去佔地盤咯。 反而原本香港的老店, 有一部分就未必會繼續做下去, 就變成越來越大陸化。 那說真啦, 你本身香港, 你是有一個稱號, 是叫購物天堂的。 那但是疫情這三年, 所謂的購物優勢沒有了, 然後人民幣的匯率又不停地跌, 人民幣跌得低了, 令到那班人去香港買東西, 那個心是越來越低, 再加上那些產品通路呀, 這幾年呀, 疫情呀, 都湧了入大陸啦。 那如果沒了購物這個優勢之後, 那香港對旅客的吸引力就未必有之前那麼厲害。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其實之前我看的時候都忽略了, 那可能我們見到, 大陸你無故開放了這個東南亞, 同大家互簽免簽, 那想怎樣? 那些大客, 那些旅客去完東南亞啦, 不用去香港啦。 但後來我想了一想, 其實他考慮的一點呢, 就不是那些這樣的大陸旅客去香港。 他考慮的一點呢, 是譬如我, 大陸和你新加坡免簽啦, 那你新加坡的人呢, 就希望你多些去大陸, 或者是你泰國的人呀, 東南亞的旅客多些來大陸, 讓他大陸有多些旅客, 因為現在大陸的問題呢, 就是他的外國旅客都不多, 而現在旅客方面呢, 是正在做這個內循環的。 那香港, 要不需要擔心這件事呢? 根本就不用擔心的, 你看一開關, 香港人全部湧上去消費啦, 根本他都不用做任何宣傳, 而且深圳那邊的政府, 他自己會自動播啦, 你看即時退稅呀, 做好多的動作呀, 令到那些人呢, 會想去大陸消費呀, 所以當時呢, 看得不夠通透呀, 而且啦, 你說疫情這幾年呢, 亦都令到, 這些的大陸旅客, 是已經有一種叫做 去香港化的情況出現啦, 再加上去香港要搞簽證啦, 還有一點, 就是香港的消費, 對他們來講比較高, 大陸現在這班年輕人, 不是講得上太有錢, 在那住一晚酒店, 對他們來講未必付可得到呀, 人工都不高, 在那住一晚酒店, 可能已經拿了他四分一, 五分一的人工啦, 那還有一點, 就是他們呢, 現在在推進這些 特種兵式的旅遊方法啦, 那如果一個地方是能夠 容納得到特種兵 給他這樣去玩法的話, 這班人是絕對不會 在香港消費太多, 第一點, 第二點, 那一出關, 回大陸住民宿啦, 那變成深圳是最吃到 香港紅利的地方呀, 講真啦, 你十二場煙花, 一年呀, 每個月來一場, 你這樣玩煙花法, 那些人會看到門, 第二啦, 使不少錢, 第三啦, 你最大得益的, 肯定就是深圳咯, 那其實你說開多兩個地方, 西安青島, 我本來就覺得, 那個幫助不會太大呀, 那因為, 你現在來講, 有48個城市是能夠 港澳自由行的情況之下, 來香港的人都不多, 你開多兩個城市, 總體來講, 就是幾個%的事, 你覺得會有很大幫助嗎? 好啦, 那今集呢, 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 下面留個言啦,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